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豬 Hello 大家好 我是Data數據君 今天我們試了新的菜式 我們都沒有一起介紹過 吃脆皮烤魚 這間餐廳叫做魚神 非常霸氣 這間餐廳非常有氣氛 我看到外面的人吃烤魚 一邊吃烤魚 一邊喝啤酒 一邊吃拳 我看到旁邊的食客就是差不多 我們這次來到上梅林的分店 現在我先介紹一下交通路線 這間餐廳我們是上梅林站 知出口出 先向前走 然後轉左手邊 這條就是中康路 沿著中康路向前走就是了 走了五六分鐘 就會見到餐廳 今天我們就六點島來到這邊 進來你已經見到有些客人在這裡 經常夜 氣氛都真的挺厲害 我們來的時候 看到門口的燈飾 那些 裝修很赤眼 遠遠就能看到 這間店 你裝修的風格 是用兩種比較赤眼的顏色 衝撞 所以看起來特別赤眼 而且他喜歡用一些偽紅燈 所以感覺就很… 大排檔 現代版 除了室內之外 外面還有幾張桌子 所以這裡可以截到很多人 相信坐滿的時候 氣氛肯定非常火爆 暫時見到有很多街坊來吃東西 可能這些街坊吃過一次 都會來吃第二次 正所謂吃過一層味 對 而整個食物都挺化善的 這次我們選了這個 超值脆皮多口味可選雙人套餐 價錢是163元 星期一至日都可以用 這個餐就是包括 這個招牌脆皮烤魚 五樣選一樣 另外鍋內配菜有五款 靈媛配菜五選二 主食二選一 還有一些風味小吃 分別有這個就是 脆鹽酥雞和桂花冰番茄 我們套餐就全部上齊了 魚的食材非常大條 全部都上齊了 朱友詩你想吃哪些東西呢 試這個蔬肉還是桂花冰番茄 冰番茄我其實很有興趣 試試 上面淋了很多桂花糖 桂花糖 我們試試 我最喜歡的是 桂花味和桂花味 很特別是嗎 而且一桂花味很爽厚 另外這碟鹽炸也不貴 13.8元 現在我們就試這個 脆鹽酥雞 16.8元 分量也挺多 分量也挺多 一大碟 一大鹽 試試 先試一下 好像韓國的桂花味 對 挺好吃 挺脆 吃完前菜熟食 我們現在就開始吃 主菜辣 烤魚 這個主菜就是 焦排脆皮青江魚 味道就是 泰式酸辣味 如果想叫做128.8元 試一下泰式酸辣味 試一下你會不換米飯 對 一邊吃米飯 對 我們先試一下配菜 我就試這個蓮藕 蓮藕片 蓮藕片 很爽 很爽 酸辣味很爽 這個蓮藕片 它切得比較厚 一點 但依然都很爽 試一下這個 土豆球 我第一次是這樣吃的 對 我也是第一次 這個球 好像豆腐泡一樣 對 對 好像那個味道沒有入 對 因為它很爽 就給我一杯 現在就試一下 豆皮 對 其實吃這些 烤魚和熱果 我最喜歡吃這些豆皮 對 這個豆皮 放在底部 應該還入味 很吸氣 那些 全部吸氣 那些味 特別它是豆腐製品 更加適合你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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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味 這個挺好吃 而且果然它的 泰式的酸辣味 是非常好 是比較見忠 它有很多種食物 它的效果都能出現 它又不是很辣 所以味道比較濃 酸酸辣辣 現在就試一下 主角 脆皮青江魚 青江魚 青江魚 這條魚挺大條 如果有兩個人 就夠了 就可以了 脆皮魚 脆皮 真的挺好吃 而且醬汁很野味 魚很滑 我覺得 這個魚怎麼煮 有意思 口味也挺好的 挺好的 好 送飯 它有少許骨頭 就是有些大骨 有些小骨都沒有 嗯 現在我們就放一些 甘菇和鍋筍 一起煮 對 共野一爐 一起煮 來 這個很快就熟 嗯 再加這個 菠菜 菠菜 菠菜吃得很大條 顏色是挺漂亮的 很清淡 脆皮熟 那我們先吃哪樣呢 你選吧 甘菇 好 其實甘菇是不是 加邊路是必見的 是啊 真的很爽口 很爽口 這個甘菇叫 而且這個不辣 不會說很辣 不辣 而且它真的有些泰式味 是啊 所以我一直都說 你選這個湯是選的 是 湯底蠔 好 這個是老闆推介 我自己選的 哦 那最後我們又嘗嘗鍋筍 好啊 你很想嘗那個呢 其實鍋筍沒有煮那麼久 豬類就爛了 哦 是 好像它不是很入味的 是 比較坦 很爽口 但是沒有什麼味 甘菇就好多 今餐就163元 足夠兩人吃了 我們有很多東西來吃 還有爆滿 相信呢 足以證明它的食物質素 好 而這間餐廳呢 就在壽梅龍餐附近 很近的卓越匯 大家吃完飯 可以到那邊玩 今集我們就介紹到這個位置了 下集我們會介紹其他地方 多謝大家支持 下一集再見 拜拜